8月22号至25号,牵挂着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这块富饶的土地考察,就做好新疆发展和稳定工作,进行调研。 初秋的天山南北,瓜果飘香,丰收在望。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和自治区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利等陪同下,到阿克苏、昌吉、克拉玛伊、石盒子、乌鲁木齐等地,实地了解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和执行维稳戍边任务的部队官兵。 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迅速平息了事态。 目前,新疆社会大局总体趋于稳定。 胡锦涛专门接见了新疆维稳先进人物、基层干部和民族宗教界爱国人士代表,询问他们的情况,称赞他们为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总书记同大家进行了座谈,七五事件中热心帮助18名群众脱险的维吾尔族老人哈米提·艾赫买提, 救助了15名遇袭行人的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阿布都热克福·土木尼雅兹, 安置33名各族群众在家避难的哈萨克族女教师绕亚·沙哈生。 扎根边疆50多年,潜心从事哈米瓜研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等十位各界代表, 结合自身经历发了言。 他们强烈谴责暴力犯罪分子的罪恶行径, 热切表达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坚定决心, 真情抒发各族兄弟姐妹亲如一家的深厚友谊。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胡锦涛希望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 把爱祖国与爱民族爱家乡统一起来, 坚决同一切危害祖国统一的行为做斗争。 坚定不移维护社会稳定, 自觉担负社会责任, 主动配合党和政府, 做好各项维稳工作。 坚定不移维护民族团结,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添砖加瓦。 座谈会前, 胡锦涛看望了在平息七五事件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武警英雄万金刚的妻子赵丽, 总书记关切地询问他和家人的近况, 充满感情地对他说, 万金刚同志为保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献出了宝贵生命, 不愧为献身使命的忠诚卫士, 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75岁的维吾尔族老人卡德尔·巴克, 39年来写下了一千多篇解放军爱民日记, 胡锦涛先后两次会见卡德尔, 这次又特意看望了老人, 高度赞扬他为促进军民团结、民族团结所做的贡献。 社区是各族群众共同生活的家园, 胡锦涛来到位于南疆的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科克牙社区考察, 这个社区采取分片承包入户走访的方式, 及时掌握社情民意, 近年来社区社会安定, 各族群众和谐相处。 胡锦涛对他们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大力加强社区工作, 切实打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基础。 学习培训室里, 社区各族居民正在进行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民族团结主题学习。 总书记的到来让大家十分欣喜, 胡锦涛询问大家, 生产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 需要党和政府做些什么? 总书记对大家说, 随着这些年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 相应的我们大家的生活, 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改善, 但是我们并不满足现状, 中央人将会继续加大 对新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 继续加快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 今后我们新疆的各项事业发展的会更好更快, 新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一定会随时得到明显的改善,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疆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怎么样? 总书记十分惯心, 他风尘仆仆前往天山南北农村进行调研。 胡锦涛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马纳斯县乐土驿镇上庄子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区, 走到一片棉田中间, 看掌市、问收场、寻棉价。 胡锦涛说, 棉花种植是新疆的特色产业, 也是各族群众重要的收入来源, 要大力推广优良品种, 广泛应用先进技术, 不断创新经营模式, 进一步提高棉农的种棉收益。 新疆有瓜果之香的美誉, 温宿县木本粮油林厂的果园里, 一棵棵核桃树硕果累累。 胡锦涛走进茂密的核桃林, 向正在劳动的林厂职工询问核桃的品种、单产、售价。 他指出, 新疆在发展林果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要依托本地优势资源, 进一步发展壮大特色林果业, 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阿克苏市两种厂由喀克桥格塔勒村, 整洁的道路旁一座座新房整齐排列, 这些都是近年在政府支持下新建起来的抗震安居房。 胡锦涛走进维吾尔族村民亚森·土尼亚斯家中, 查看房屋户型结构了解造价政府补助情况。 总书记叮嘱当地负责统治, 一定要继续把这项工程抓好, 让新疆地震多发地区各族群众都能住上抗震舒适的住房。 在亚森·土尼亚兹家的院子里, 胡锦涛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 拉起家常。 亚森·土尼亚兹的妻子告诉总书记, 他女儿前几天难产, 多亏医院抢救急时, 女儿渡过了难关。 胡锦涛安慰他说, 医院会精心为你女儿治疗, 祝愿他早日康复。 临行前, 胡锦涛对乡亲们说, 中央非常关心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也十分关心各族群众的生物。 我今天特地来看望大家, 看到你们生产发展了, 生活改善了, 特别是随着抗争安居工程的进行, 春荣春暴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胡锦涛说, 党和政府一直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 今后将会采取更多有利措施, 让乡亲们尽快富裕起来。 按照维吾尔族招待贵客的习俗, 主人给总书记献上一顶维吾尔族小花帽。 考察期间, 胡锦涛前往多家企业, 同干部职工、 贡商、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实现更好发展的良策。 八一钢铁有限公司是1951年创建的, 2007年加入宝钢集团。 胡锦涛同企业干部职工, 就调整结构、 降本增效等问题仔细探讨。 他希望八一钢铁大力发扬当年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 在调整产品结构、 节能降号上下功夫, 使老企业焕发出新活力。 金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风电设备企业。 三年前, 胡锦涛曾到该公司考察, 看到企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总书记很高兴。 他深有感触地说, 谁掌握了先进技术, 谁就能引领产业发展。 你们要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在世界风电设备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位于石盒子市的民营企业, 新疆天盛实业有限公司, 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棉房企业。 得知这家企业为1100多名残疾人和再就业困难人员提供了就业岗位, 胡锦涛深表赞许。 他希望这家企业利用当地优质棉花资源, 积极推进产品升级换代, 大力开拓市场空间, 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天山北路的茫茫戈壁上, 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 千万吨炼油, 百万吨乙烯工程, 已进入收尾阶段, 即将全面投产。 2006年9月, 胡锦涛前来考察了施工情况。 三年后的今天, 当年热祸朝天的工地上, 已经崛起一座现代化石化城。 考察中, 胡锦涛叮嘱企业负责人, 一定要注重自主创新, 注重科学管理, 注重自主创新,